冠军 是勋章 我们是冠军 用金牌宣告伟大 是记号 用新记录刷新极限 是信念 赤手空拳 也要为国赢天下 在中国奥运健儿的不懈努力下 如今的中国 依然成为奥运会金牌的超级大国 比赛发敲 宿敏田起跑加速 保持住 顶住 新的奥运会技巧 有了 距离成功举办08北京奥运会 时隔14年 世界奥林匹克的旗帜 再次飘扬在东方中国的冰雪世界 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既举办夏奥会 也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北京 体育强 则中国强 这一次让世界看到 何为中国奥运精神 爱运动 玩跨界 在地球上 能把夏冬两届奥运会 都玩出顶尖水平的人 却凤毛麟角 好的 据统计 历史上共有138名运动员 相继在冬奥会和夏奥会上亮相 而其中只有五位运动员 同时拿到了冬奥会和夏奥会的奖白 冬奥与夏奥的创意在此交互 夏季奥运会的冠冠军和冬季奥运会的冠军来PK 他们怎么去比拼 这个是个非常难的一个挑战 跨向挑战 你说怎么跨吧 神探王者在这里展开巅峰对决 这个不是他擅长的 也不是他的专业 在自己的领域已经拿到很高的成就了 然后还在敢于去挑战别人的领域 冠军护卫队尝先奥运新体验 改变一下自己嘛 然后也跨界一下 他非常的有竞争感 而且还有气味性 我觉得冠军对冠军会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 也会让观众和我们了解到体育的魅力 拼搏的每一刻 我们就是冠军 率先登场的奥运会项目是 短跑对短道速滑 预备 好的 比赛开始 谢震燕跟住节奏 全力加速 最高的红色压线 去球了八八 谢震燕绝对是两百米 亚洲当之无愧的王者 后 谢震燕放到了新的亚洲级路 就算起跑速度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但他总能依靠自身大步流星的跑资 和超强的弯道技术 实现反超夺怪 作为两班迷 守卫跑进二十秒大关的亚洲人 年轻的谢震燕绝对有资格 成为中国短跑下一位领军人物 我主要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在玩 在体验的过程当中 感受一下我们的项目的一些训练 然后真实地学到一些 对于他们可能有用的一些体育知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把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献给了短道速滑 他把残酷的赛场当作战场 他就是中国国家的赛场 之所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短道速滑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些运动项目 问得好 完全没有 其实没有太多的练习吧 我连短道速滑的鞋都没摸过 场地都还没有看到过 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挑战 短道速滑和短跑的相当点在于爆发力 还有速度性的训练 但是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短跑是在往前跑 但是我们的短道速滑是侧等的 最大的挑战就是起跑的时候 现在我非常开心 我已遇 始终把圣人看作我自己的父亲 那你自己平常喜欢运动吗 喜欢 我是一个运动比较多的一个人 我一周基本上至少是三次吧 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我非常开心 就是做好见冠军的准备 很期盼这一天赶紧到来 不过今天很重要 来到这个节目 希望能够培养自己一个 运动的一个兴趣爱好 最重要的是学习和了解体育运动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吧 平常喜欢运动吗 嗯 我只能说是喜欢 但是我不运动 可能有点时间我更喜欢去河边钓钓鱼 干干巴巴 妈妈来来 一点都不圆韵 刚叼出来都是那样 盘踏 那你最近有关注什么体育赛事吗 嗯 冬奥会 但是还没有开始 那你这个来这个节目之前有做什么准备吗 嗯 哇 大把人起来就干这 看 呀 抽脚之十色 啊 嗯 当然我快踩不住了 啊 走啊 我不需要 吃饱了 心情怎么样来参加这个节目 忐忑 忐忑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挑战 这是皇上的旨意 让我掌管宫中内务 所以我才来负责丰厚大典了 参加之前 你又没有试着去练一些项目 民体向上 我一个都坐不上去 咱们俩帮帮他 对对对对 我帮你抬你腿好不好 行 这算吗 算算算算算 身边为周冰 成绩为主题 什么 我要回家 哈哈哈 别别忘了 这边请 这边请 哈哈 这 雕虫小技竟敢搬门弄除 大卫天龙 大卫天龙 我很喜欢运动 多数是在室外跑步 然后会练一些力量 就是一些器具 整体来讲还是挺全面的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和运动员之间的沟通 能让大家多了解一些每一个项目 平常不被观众所了解的 好 关注夏季的比较多一些 有 跑步 我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关注 夏季 运动多一些 有可能我会成冬奥的运动员 因为我们家在东北嘛 打小儿没个事 喜欢打个出油滑什么的 冰雪项目在我们国家开展的稍微晚一点 前几天才开始关注 如果是在雪地上划双板的话 我觉得我是挺有优势的 通过我们拖杯队员去学习他们的运动 展现给观众 冠军对冠军 批波展浪 批波展浪 未赢而来 批波展浪 未赢而来 批波展浪 未赢而来 四位明星护卫队员集结完毕 根据自身属性赵文卓 孟赫棠 成功加入东奥护卫队 而鱼蒙龙周露拉则选择加入夏奥护卫队 接下来他们将与各自的项目冠军一起迎接挑战 今天是真正的比拼 卓哥到了 卓哥来了以后呢 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但是这个舞台是谢震业的舞台 这个田径项目要参与进来门槛还挺高的 因为你要跑到一个比较快的成绩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更多的抱着一个普及和一个互动的一个心态来的 我们要看一下说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 一个200米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到底在这个赛道上能快到什么样子 好了我们看那个绿色机箱 身披红色的中国战袍 那是追踪梦想的速度 在赛点第一个尽快点 中国得到冠军军军 现在拿到了冠军 我们是冠军 运动员跑得快 然后说相声的嘴皮快 到底是说相声的快呢 是运动员快呢 大家都想要争一争 磨合争夺战 通过三轮非正式比拼 比赛双方进行三军两顺的磨合争夺战 获得胜利的队伍将获得两个奖准道具 道具可以帮助本队冠军 在最后对决中获得有力条件 什么意思 我拿嘴跑啊 拿嘴可 你呢 说一个爆菜名 或者说一个罐头 说爆菜名 谢震燕呢 从这个一号跑道呢 踩着提跑器起来 我们在60米中点线的时候呢 就一听枪响的时候呢 就直接爆菜名 看看谢震燕跑到中点的时候 你爆几个菜 其实也爆不了几个菜 咱们试试好不好 第一轮磨合争夺战 让谢震燕做个准备 让谢震燕做个准备 那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我觉得松花咬肚 松花咬肚 起码得到那 我心相信到香肠的 量度香肠 香肠 行 我就尽量备到香肠好不好 这也可以放一块比 太有才了吧 跟谢震燕比跑步 肯定没戏 要比谁嘴皮的快 那就不一定了 这规则挺有意思的 俩人都拿着各自的技能 去比拼 还真收准 谁输谁赢 冠军的速度在那里摆着 优势太明显了 我们冠军可是亚都非人 正常人一秒 也就是说一个词 我觉得孟哥可能有点悬 不应该还不应该 张杨高 郑青长 周路里 烧花鸭 烧鸡 烧鸡 烧鸭 禄鸡 烧鸡 热鸡 将鸡 拉肉 松花小组 两肉 江山 十一 苏盘 新击 白鸡 清中 马保住 江平 让鸭子挂一局挂安蠢 江平 让鸭子挂一局挂安蠢 挂安蠢 十几个了 这儿 救光 真的假的 那很快 很难 他那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就是当时我就感觉真的是 中国速度 好快 你是不是扣牙了 扣牙 我拼了老命了 我舌头都快系上了 我给你 郑阳高 郑军长 郑路鸡 烧花鸭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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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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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阳 烧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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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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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 烧鸡鸡 烧鸡鸡 在这儿了 真的假的 烧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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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鸡鸡 烧鸡鸡鸡 这我没想到他相声演员 他就太快了 孟老师其实实力也在 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重在参与吧 对都去 学习和了解这种 体育中的这种精神在里面 咱师傅可以反过来啊 那个他跑你来报呢 是吧我也觉得可以 你来念 你们画间画像吗 不等等等等 咱俩师傅我给报了 我没关系 你你得节省体能 我尽量让你把报菜名全报完 好吧 孟阳刚才孟阳长真录我要 挥挖鸡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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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 哇你还挺快 会挖鸡 会挖至今 烧 带了 卤猪 卤鸭 卤鸡 姜鸭 腊肉 卤鸭 卤鸡 姜鸭 腊肉 哇 厉害 你赢了 我还我还收着劲呢 我真的 我果然不是靠嘴吃饭 哈哈哈哈 哇 我自己不是很擅长跑步 所以我每次看到 运动间而在赛场上 跑得很快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正常 我们玩还挺开心的 可能就是因为 都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 咱一个对的 咱用速滑的动作起跑 好 咱们这样 咱这样 对 咱对 对 好 不是 人家用速滑 你们怎么也用速滑呀 没有 我们是这样 哈哈哈 芭蕾 你这还没开始就开始叛队了 是吧 好 来来 谢谢 谢谢 对 你们用这个 站位分明 来吧 第二轮 第二轮 磨合争夺战 速度挑战赛 冬奥队冠军 韩天宇 与四名护卫队成员 参加百米速度比拼 夏澳队冠军 谢震燕 进行闯外指导 两轮过后 速度最快的一方 获得胜利 准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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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谢震燕不参加 那我们的冠军就赢定了 因为他们的训练方式都差不多了 都是大腿核心力量的训练 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不是特别擅长跑步 但是我会尽全力地去 跑一个好的成绩 因为我来节目 就是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准备 真酷 真的在跑 加油 我来节目就是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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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球队 球队 满了 球队 满了 踏键 二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大家跑的途中还是有很多 可以改进提升的空间 大家潜力都很多 接下来想帮助大家提升一下训练当中小技巧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中的一些乐趣和发力的感觉 我们先来一个初步的正式的跨步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跨步跳 它更加接近我们的跑步动作 对 一般我们跨步跳就是 哎呦 哎呦 一步的2米5啊 该飞出去了 就觉得他起飞了整个人 那个蹬地力那个速度 那个腿部肌肉那个爆发 蹭蹭两下就连人家尾蹬都看不见 跟大家讲解一下起跑器吧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起跑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按道理来说大家是一起发力 两只脚一起蹬 比如说狐狸蹬跳 就是两个脚一起蹬 一起蹬出去以后你会有一个向前的助力 嗯 跑鞋跟你们平时的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跑鞋前面有钉子 所以大家在跑的途中 最好不要拳脚掌落地 拳脚掌落地容易自动 不要拳脚掌落地 对 不是不要拳脚掌落地 是尽量前教掌落地 尽量前教掌落地 对 我不要前教掌落地 韩老师你不要误导我们的学生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好 蹦 蹦 哇 像样了 像那么回事 用专业的跑鞋跑起来 大家会跑得更省力 吸收到世界冠军 他们的锻炼的要点 精髓吧 还是很开心的 在跑步过程中的一些抬腿 还有保持整个身体 重心是平的 这些概念我之前完全没有 学到很多 这回真跑了 大家活动开 腿活动一下 腿活动一下 经过专业指导 两队将迎来大对决 猛龙稳住我 去高位 来了 准备 准备 这场的冠军赛 把所有的希望权 放在了冠军身上 说实话 我突然觉得 我有机会能赢天宇 因为有一段时间 在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还是能跟住他 我会全力以赴地 再去拼一次 哇 哇 加油 加油 我觉得这种 支撑在一个 跑道上面这种 速度的享受 应该是每个人都渴望的 加油 加油 哇 刚刚赢得胜利的冬奥队冠军 韩天宇 是否还能捍卫 冠军荣誉呢 就是感觉后面 最有这步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说我们的主场 怎么知道咬牙痛枪 也要拿下来 我还可以 我没跑过呢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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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可思议了 周路拉怎么怎么就赢了呢 太棒了 我觉得你是 陈西里跑步最快的 天宇 你已经尽力了 我是真没想到 我居然 我居然 能够赢了天宇 赢了冠军 只希望天宇 在下午冰场上 能够对我手下留情 我想问一下大家 对于这个成绩 觉得自己提升了多少 可我肯定是进不了十秒 肯定是 哦 谢谢您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拿到成绩的一瞬间 我还蛮惊讶的 是吧 真的提升大家提升很多 最快的一个 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多少 最快的一个 那就是那个 12秒 路拉嘛 对我们路拉 跑了12秒87 哇 对于一个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来说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作为咱们的主场 我得早晚回来 对吧 哈哈 真是咱们最用力过早了 啊 没事 先先震慑一下 哈哈哈 因为是他们的主场吗 那我们 肯定要是 对稍稍再松一点 让着一点 人家的主场能让人家输吗 呦 天语13秒2啊 就差一点点 对 最让我意外的是我们的 门龙老师 整整提升了3秒的成绩 哦 太棒了 先前进行了2轮磨合争夺战中 孟和唐发挥最快的优势 成功击败夏奥队冠军 借振业帮助队伍获得一分 你赢了 我还收着劲呢 我真的 我果然不是靠嘴吃饭的 而在第二轮磨合争夺战中 周璐拉意外战胜冬奥队 冠军韩天宇 一分来到一比一 我没跑过的 太棒了 我觉得你是 人心里跑步最快的 天宇 你已经尽力了 随着双方比分 回到同一起跑线 磨合争夺战的战场 来到了冰上 回到主场 冬奥队冠军韩天宇 是否能够一血减持 朱文娅天宇 Carmen, 我好像也 Вville 天宇 没办法 里面、我们协定的 我也是 筐的 短道速滑鞋是真的第一次穿 滑起来的感觉真的就是 特别丝滑 特别的流畅 但是人家做不到 控制不住 没事 多摔几次就会了 多摔几次 害怕摔特残 没事 多摔几次 短道速滑 这项运动还是很难的 虽然我在来之前 上过几节滑冰的课 对这个技术还是不太掌握 谢人夜跑出了 超级成绩 19秒88 有谁来救一下我吗 别动 让我自己自个儿来 这会给你发一枪 你是不是就毛了 哈哈哈哈 第一次上冰 这真的是第一次上冰 因为不熟悉他 你就往往会害怕自己做不好 然后感觉自己要摔倒 然后其实全身一直都是很僵硬的 还好 还好核心还不错 好 目前来说核心还不错 我还没摔过 是吧 可以可以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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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 哦 哦 哦 好精准呢 好理直下 我给你们看有多鲸 哈哈哈 呀 终于到我主场了 就不是天语上午那会了 哈哈哈哈 天语上午那会那连话都不敢说呀 哈哈哈哈 哇厉害呀 厉害厉害 韩老师你不要误导我们的学生好不好 好好好 终于到我主场了 我必须要还回来 第三轮磨合争夺战 上兵挑战赛 所有人员上兵出体验 在冬奥队冠军韩天语的专业指导下 优先掌握短道速滑技巧的一方获胜 今天下午我们来体验一下短道速滑训练 终于到我们主场了 我们的冠军是不是也应该展示一下 放心 对 不会让人失望了 来来来 首先第一个展示的就是 弯道过玩的技巧 因为我们在弯道当中是 起初速度是最快的 离心力也是最大的 然后在湖顶当中都摆了两个杆 我还是从底下过去 我从底下过 我开始了 好好好 加油 这是真的丝滑 sea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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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我跟不上他了 我的眼睛跟不上他了 他要很快的速度 才能轻成那么矮 才过那个杆了 真的是中国速度 看他围着我们转圈 展现他的短跑道技术 我觉得都快晕车的 吓死我 我就感觉一阵风吹过 我们两个下意识的就服了 太快了 太快了 摸到了天花板是不是 嗯 那对我们初学者 你准备怎么样调教呢 咱们第一次体验这个课程吧 咱们咱们就来稍微简单一点了 好好好 就咱们从最基础的 咱先开始蹲下来 对蹲下来 对 不不不不 不是那么多 半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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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然后练习脚踝的控制能力 你就可以先一个脚这么抬起来 落 一个脚抬起来 落 一个脚抬起来这么落 对 那八字还是外八字啊 哈哈哈哈 不是那八字外 你就正越正越好 哦 越正越好 这样 然后就今天咱们就是现简单的学习直线的灯银好 还是从滑冰基础开始 蹲低 然后咱这个脚蹲一步 回来 然后再蹲一步这边的蹲蹲一步 回来 小心 我就写 不用比了 你瞅我的队员 自己已经滑了 这还比啥了 作为一个崩德人 这是我们的天赋 我感觉我们赢定了 要不然这个比赛别比了 我觉着我们赢定了 啊 啊 啊 不是我怎么挺啊 我女士 我感觉没有什么挑战嘛 对不对 是不是想我们也过一个那个干 赢得太容易 感觉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可能是我赢得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 高抬腿啊 高抬腿啊 来啊 好啊 可以 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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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后期老师加上一个嘲讽两个字大写的 一定要够大 发光的那招 没事我觉得吧 其实没关系 我们上午赢了 我们下午得谦虚一点 对 胜伴吗 一个人不能太完美了 总有一些短板 差点把自己受感动了 哈哈 虽然不如冬奥队的熟练 但是为了团队的胜利 我们还是要努力学习滑冰的技巧 对对对对 稍微蹲进一点 对对对 不着急 不着急 一步一步一步 就蹬了这边蹬回来两周 收 对好 哎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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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对 收 啊 对对对对 大家都滑得很不错啊 我们来两人对决吧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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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弯道 小心弯道 弯道小匹 小心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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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哥呢是今天第一次过来 因为他可能以前也会划过一些平道 他可能以前也会划过一些平道 他是有一些功底的 然后在穿上我们那刀刀的时候 他就是很游刃有余吧 哦 瞅心 瞅心 出树了 出树了 登登登 登 登 told 参逝 出树了 中间主要是想提一下速度 但是突然一下 力量使大劲了 所以不小心把右腿给拉伤了 冲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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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来 孟老师和赵老师他俩就是本身也是东北人 可能就是地域的优势 对从小会接触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相对来说会划的少一些 现在到你们队了 我们就来个直径狼的到狼线就可以了 真太差 门龙加油 门龙我陪你 即使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要的展现这种精神 好 哥就归 4 随 may 2 6 2 1 5 小 其实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要的展现是很精神 出楼 出楼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 我就不咬你 没事 通过三轮磨合争夺战 东奥队以2比1的底分 获得胜利 接下来 在田径场上 将迎来激动人心的 冠军对决 由于夏澳队 在磨合争夺战中失利 因此谢振业 将得到负重5公斤 和增加10米 跑步距离的惩罚 下面冠军与冠军的对决 我觉得对于振业来说 有任何的限制和阻碍 对于他来说 都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亚洲飞人的称号 那可不是开玩笑 我虽然没有帮到咱们的冠军 但是我对正业很有信心 明天韩天怡也不一样 肯定没有 为了在明天的比赛中 获得更好的成绩 两位冠军和护卫队成员 进行了一场赛前力量和技巧训练 由于赵文卓在上一场比赛中 大腿肌肉意外拉伤 这场要抄我 我想不行 我得使点劲了 结果突然一加力 感觉右腿可能是拉伤了 赵文卓将缺席本次训练 我觉得教练肯定有一些个 我们不知道的 大家也不知道的 他们的训练的过程 一些比较难的地方 或者难的项目 教练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是不是 我们一般训练也会有一个 往上蹬跳的一个练习 但是今天可能场地不太方便 我直接跳一个固定的高度 好好好 可以 您身高贵高 按您身高来跳 没有 还有您身高贵高 这个贵字用的我很 那我们来跳这个吧 1米3 我这太高了吧 这个快赶上我高了 对 哈哈哈哈 那个高度看上去 差不多到人身体的一半 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下来 真的要跳这么高吗 不会受伤吗 这个 应该还可以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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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 真是愉悦 真的是深情愉悦 太厉害了 空中飞人 我永远跳不到这个高度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 你想代表你一团队来 是不是 哈哈哈 我就想给你打一个样 其实不难 你看我刚才就跳上去了 所以要么您也来试一下 我来我可以试一下 我可以试一下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脚没到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脸 磕在这上面也算 哈哈哈哈 来了啊 来了 他真的来了 来了 哈哈哈哈 还有点儿的意思 差一个 没有上去了 起码手上去了对吗 可以可以 其实你看这个要这么跳 就是 基本上 你前面 你前面 就已经要有一个预备的上去动作了 人家怎么那么轻松 因为我们其实跳这个是用爆发力的 就是 一下上去 你那一下跳得得得一瞬间用力 就一瞬间用力 这种力怎么怎么能 啊哈哈哈哈 我觉得回来你练差不多之后 你就是 你那个小木桌 一下给他跳到 你有小木桌 哎那小木桌是没问题的 我真的跳过 涵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有点高 这真的是一个相声演员干的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现在流行跨界跨相吗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 快上了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脚已经搭边了 搭上了 我尽力了 尽我所能 如果要是去掉一个垫子的话 我应该能可以 其实就差这么点 你们要尝试一下吗 我来吧 你可以吗 试试呗你小心啊 周老师要不然跪上边也不丢人 男人的尊严和底线 我尊严都没有了 我跪上边 走 走 走 漂亮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妙招 他到这之后他是这么侧着上 走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队赢了 哦还真是 哈哈哈哈 不胜了啊 胜之步 胜之步 你跳一个嘛 哈哈哈哈 不我们一个一个一个选手就可以了 你把你另外一个选手也叫上来 你把你另外一个选手挑出来之后 我们再说对 你上 哈哈哈哈 哎刚才我真的差一点上去 我也能 参加冬奥会 人人都能参加 我们都是全民运动 全民运动会 我们天宇大哥也秀一个呗 光我这么展示好像也不太好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我们对也要 了解一下 我们对也要了解一下 敌方的信息 行 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比较是 属于是专业性的东西 就是我的 转向动作了 万道的动作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万道的动作吗 就是啊 就会登记哦 哦 啊 你你的队友可以试一下 毕竟你不是画画画画画样 画样 我说那个那个花样是上兵不知道啥样 啊哈哈哈 这种花样 来走 哎你们架的我太紧了 我 啊 我动不动 好好 对对对 没事我我来一下啊 对环下对 起 哎哈哈哈哈 是中肯定是重心的问题 对对重心重心 起啊 哎你这个手直接就这样 这样 你无耻摸冰摸冰 就无耻摸冰 轻轻搭上去的感觉 帅啊 快给我拍张照片冰相王子来来来 下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短道速滑这些滑冰最稳定性 这个我是第一次见书实在的 我也没想过这个 这个是冰上项目用的会比较多 这个是我们的正常上次 好舒滑呀我 好丝滑呀 这个比较滑 你们可以试一下 好舒滑呀我 这个脚踩这边 这脚踩这边对 然后之后 然后 然后你接着对 打出的环吗 哇滑滑 这一蹬完之后要导重心 这边蹬完之后 直接往这边倒 接中心 蹬接中心对接这边腿中心对 哦然后那条腿再蹬 啊啊啊啊啊 对对对 这小时候我们打出的环是就是这样的 慢点了就这样的 对但是人家好比是这样 人家降重心 咱们出发咱们就比那么好啊 你放一个让他飞 对 哎 哎 哎 感觉不错 问题 哎 哎 哎 欢迎娟觉着自己不是很协调 还是挺协调的 还好还好 很协调 还有 还有 这项运动 你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感觉也很轻松 其实当你上去的时候 你 你根本就驾驭不了 太难了 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积累和训练 才能真正的让大家看到你 然后看到你的速度 看到你的力量 之前只会知道运动员很苦 训练很苦 但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的苦 能够练就今天的成绩并非是一朝一夕 而是日积月累的汗水和辛苦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正式比赛的现场 大家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权利 拼命地为我们的世界冠军来争夺这个磨合 而磨合已经有了归属 那么磨合最终归到了韩天宇的手中 我们先来揭晓谢震燕的惩罚道具 在最终冠军对冠军的百米短跑比赛中 谢震燕获得一件五公斤重的负重背心 以及跑步距离增加十米的惩罚 比赛当中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但今天天比较冷 我希望大家做好热身准备 希望大家尽量加油 加油 卢州老轿冠军队冠军 终极冠军赛现在开始 有请2016年短道速划市井赛 5000米接力冠军 1500米个人冠军 3000米全能冠军 韩天宇 马上要进入到正式的比赛了 建制夜今天觉得这个天气 可能会有一点点冷 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我觉得 稍微有那么一点的报道吧 因为我比较适应这个天气 今天他会跑110米 并且会负重5公斤 你觉得自己的胜算如何 我觉得我有信心 不用他 因为运动员有一个冠军的心吗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次一定会接近全力 努力的让自己拿到第一 好的那加油 好加油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2018年世界杯200米冠军 2019年钻石联赛200米冠军 男子200米亚洲记录保持者谢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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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比赛虽然说你的对手并不是一位职业的短跑运动员 但是他也是一个世界冠军 但是今天不在自己的赛场上 你却在自己的赛场上 但是你会背负一个5公斤不重 多跑10米 你觉得自己的胜算如何 啊不好说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五五开吧 对对对 因为今天确实 还有傻蛋 不光是导演组给我设置了难关 连天气也给我设置了难关 对 那不管怎么样 这是你自己的项目 我相信在这个跑道上只要上去的话 状态会有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运动员嘛 就像天宇说的 坚定的一个夺冠的一个心态 肯定是要有的 要具备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加油准备 好 好了二位运动员都做好了准备 在我们今天比赛当中 我们请来了国家一级裁判 李玉伟做我们的比赛裁判 李老师好 这位跟着我一起 我们去终点看一看 这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 好 加油 老蕾 加油 谢谢 加油 加油 这将是冰上速滑王者第一次在田径场上和陆地竞速之王展开的巅工对决 究竟谁能夺下冠中冠的称号 好 两位冠军准备了 下载百事TV收看更多独家内容 紧张 确实紧张 因为真的是认真对待了 也是真的希望是自己能用 三个都是对我不利的 但是这些路上呢 好像对我来说也没啥抢赞 哥就位 预备 好了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 加油 两个人加速的往前跑 天宇 天宇 天下无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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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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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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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无敌 天宇 但是就好像大狼狗一样 追我一样 就是感觉后面会一条狗 在追我这股 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加油 加油 他已经追上了他 加油 加油 已经超过了 加油 已经超过了 这也太轻松了吧 虽然不重五公斤 但是他还是赢得了这场领赛 毕竟是一个200米亚洲记录的保持者 这是他的赛场 结果比较好的是今天 颜面得以保存 这也太轻松了吧 西老师其实让的挺大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占点 但是在跑完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就是 输业有赚功 每个运动的项目可能特点不一样嘛 所以说我觉得 他真的就是在短跑季当中 真是佼佼着 我来宣布一下比赛成绩啊 在最终的比赛当中 韩天宇跑出了一个12秒36的好准 哇 这个成绩对于很多的专业选手来说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自己跑出了这个成绩 开始训练短跑 对吧 有很多的人跑进了13秒之后 愿意我有机会将来再训练一下 而我们的不常跑的一个世界冠军 跑出了一个这样的成绩 然而 他的对手跑了110米 还负重5公斤 却跑出了一个11秒29的成绩 恭喜 谢谢 所以一个5公斤的负重 对于你来说 好像不算什么吧 第一次尝试 应该说挺新鲜的 但是 稍微会有一点晃 然后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重心的改动 会花更多的力气去控制重心 只有10 好像有点难追 对啊 因为那个距离感没有出来 因为昨天确实心的强度也很大 好像天鱼应该有点累啊 有点疲倦了 然后他就感觉在维持阶段 就没有再提升了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 嗯 应该还还可以有希望了 然后慢慢的上去了 对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普及啊 对 就是100米的距离当中 从0到100 并不是一个全加速状态 对 职业运动员大概在70到80的这个阶段当中 会衰减 然后会慢慢慢慢慢慢速度弯下来 那我们问一下天鱼 其实就是这个阶段 你减的多了一点 我减太多了 一下就被他超越我 这就是速度保持的能力问题 但是好消息是一会儿就会回到冰上 对 对 在冠军对冠军节目中 即将亮相12个体育项目 更有12位冠军在节目中陆续登场 他们各自代表着冬季或夏季体育运动项目的巅峰 让我们共同期待 就感觉跟回家了一样 哦 我们是主场 为赢而战 加油 我们就是冲着赢来的 到底会录首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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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快啊 加油 我管他是不是世界冠军 真的希望他世界冠军 加油 天鱼加油 天鱼加油